咱就是说啊 这有情人忠诚兄妹的桥段 隔电视剧上都觉得狗血 更别说现实中啊 真被人碰上了 这不国外一个男人就碰上了 这个结果再来说 可以算是晴天霹雳了 咱们故事里边这个男主角啊 是在网站上发文求助的 他又介绍说啊 说自己和妻子呢 已经结婚六年了 还生了俩小孩 小两口呢 平时挺恩爱的 但是自从小儿子出生之后啊 他妻子就病了 情况很不好啊 已经到了要接受肾移植的地步 那你说做肾移植嘛 肯定要先做配型评估吧 所以这个男的呢 现在联系了媳妇那边的家人 但那一清爽 都因为什么高血压 糖尿病啊 健康问题啊 就没办法捐献 这个男的开始在没招了 就跟大夫说啊 说啊 我自己也想试试看配型啊 哪怕最后不匹配啊 也得试试看再说 没多久啊 这个配型结果出来了啊 大夫就说啊 说你跟你媳妇配型结果很合适 但是抽你一些故事啊 我们还得再做些额外的检查 这个男的说啊 行啊 这个也没多想 又过了几天啊 这回啊 大夫跟他谈话 就变得很委婉了 大夫说啊 随一般的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匹配度呢 是百分之五十 夫妻之间的配型呢 是没有那么高的 但是你跟你媳妇之间的匹配度啊 简直高的离谱 简单来说啊 这个男的和他的妻子 很可能是同父异母 或者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这话一出啊 这男的当场都懵了 你知道吗 这大夫剩下的话 他都没听进去 脑子里边就开始嗡嗡的 回想自己的一生 他说啊 所以从来没想过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那关于自己亲爹妈的信息啊 养父母也说 他们知道的也很有限 首先呢 父亲不祥 那关于他的母亲呢 只知道是个岁数不大的女生 这个姑娘啊 当年生他的时候 养父母就在隔壁房间啊 孩子生下了没两分钟就报给他们了 全程双方都没有见过面 就是通过中间人进行交流的 约好了彼此啊 此生再也不联系 也不用知道对方的身份 那之后呢 养父母就直接把孩子 带到1600公里之外的居住地了 那个年代吧 就是民间收养程序 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这孩子出生症上呢 也只有养父母的名 但是想到这呢 这男子也发现了一点端倪 就是妻子的父亲 也就是他的老丈人 只比自己大17岁 从年龄上看呢 说得通 而且他和妻子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啊 家里边好多人还觉得纳闷 因为觉得这个出生的这个孩子啊 还有这个男的 还有老丈人 三个人很像 你说孩子像老爷就算了 女婿长得像老丈人 会没有一些离谱吧 所以现在想想 原来自己和妻子 很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那另外你说都隔了1600公里 那他跟他妹是咋遇上的呢 男主说是因为出差 刚好来到妻子工作的城市 两个人在工作上 也有一些交集 从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 双方就互有好感 后来男的工作 直接调动到了妻子的城市 那他俩就理所应当的在一块了 真是缘分啊 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啊 不少网友就觉得特别唏嘘 也有不少人安慰他 毕竟呢 这个遗传性吸引啊 是一种公认的现象 而且他们也是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相爱的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 那在最新的更新里边呢 男子也交代了自己的最终做法 首先呢 胜还是要捐的 现在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 那关于他和妻子 是兄妹的这个消息呢 他还是想等到妻子 彻底康复之后再告诉他 那至于他们的孩子啊 两个孩子目前还很健康 但是之后要给孩子 做什么检测什么的啊 也得等妻子知道之后 再共同做决定 最后的最后啊 这个男子也说了 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妻子啊 我爱他 胜过爱一个同父一母的妹妹 他们这个故事啊 让我想到之前日本的一档综艺 我过去不少人都看过啊 就是摄制组在路上 随机拦住路人 跟拍他们回家 然后采访对方的人生 有一期啊 就是采访到一位叫做 Rika的小姐姐 他和对象谈了两年啊 两个人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结果见了家长呢 才知道对方竟然是 自己的双胞胎亲哥哥 他们一出生啊 哥哥就被送到别人家收养了 那尽管两个人 爱到难舍难分的地步 但是谁都过不了 道德伦理类观啊 最后呢 哥哥甚至因此痛苦到自杀去世啊 就是留下Rika一个人在世上 他也因为这段经历啊 就此啊 消沉麻木 每天生活在造乱他的房间里边 只能说啊 真的是造化弄人啊 命运这种东西 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